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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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这位男嘉宾可以说是身体辈棒 接下来咱先看看她的照片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简直太简单了 就是往她一照 连微笑都没有修饰一下自己 但是我觉得在冬日的暖阳下 体现出一种巍峨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又请她上场 首先是在公园里拍的 是吧 第二呢 穿这身衣服戴那个帽子 好像典型都是那个年纪的人的穿着 但是呢 发现她把外套脱了之后 你知道你多年轻 就这身打扮一看就是特别的年轻派 这个小鞋啊 这个颜色是吧 对啊 太鲜亮了 而且她非常有心机 今天穿的鞋还是超本的 我觉得这个叔叔真的是 头发也挺好的 挺茂密的 而且其实精神头也非常的足 对 我看那个手也是挺有劲的 你看大手 大活的手 来吧 那咱也看看男嘉宾生活中啥样 20389号 周先生 61岁 水洋人 李毅 有住房 企业退休 女儿已婚独立 凡事跪在坚持 散步也是一样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坚持散步 大家好 我是走人帽 我喜欢锻炼身体和走步 而且我不抽烟 就喝得也少 喜欢和年轻人接触 看到他们每天充满朝气 自己的心态也就跟着年轻了起来 可是人帽总会有孤单的时刻 看看电视 玩玩手机 有时也会做点好吃的 感谢感谢伙食 可是做的东西再好吃 自己一个人吃着也不香 所以这次我来到爱的选择 先找一个心地善良 能够相伴一生的瘾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那等一天看过之后 咱们也看看密室里边的女嘉宾 对咱男嘉宾第一印象如何 一号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你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你多长时间能洗一次照 两天 床单和配照多长时间能换一次 我不用不找 一般的一两天三十天换一次 包括内衣裤衬衬衬衬衬衬一样 那你是一个喜欢干净的男人 挺好的 我也喜欢干净 二号女嘉宾你好 退休之前是什么工作 什么单位退休的 运输公司 我想问一下咱们女嘉宾问是从哪退休的 是在判断她的退休金多少钱吗 您多少钱 你就直接说得了呗 一月三天 平时喜欢做点什么呢 喜欢旅游吗 我一月的时候我也没地方去 我没有办法去的干啥 有办法去的干啥 有办法去的还可以 叔 你说话一向这么冲吗 他就像他怼回去似的那个感觉 那对呀 一点亲近感都没有 举手 翻开了我的朋友来说还都可以 你平时喜欢做啥呀 我平时干啥锻炼身体啥的 走走步呗 也没有啥可喜欢 他喝酒吧 喝点小酒 喝个一两二两的 聚会吗 聚会不一定了 现在处得远一些 也太远了没法聚会 我想问问你这个平常喜欢什么体育锻炼呢 基本上都可以 打拳 打剑 打太极 那挺好啊 行 某些阅阅爱好跟你能对上是吧 嗯 主持人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有些事我不敢询问你 怕你把我怼回来 主要是还是这个场合太大了 没紧别过 说话有点不加思考 那比方说 说有点过格的话 你能不能生气啊 没事 生大气啊 这玩意都是能喝来就闹不喝不来 你一看我不好 这才是谁走人了 比方说你要是不高兴的 都到什么状态呀 嗯 现在没有不高兴时候的 也从感情中走过来 有些事也没 不出声音吧 妙桥不出声音 那你属于冷战型的呀 也没有啥冷战嘛 只要是完事来沟通 你愿意跟我沟通 那就完事吧 不沟通就属于你冷战 我也不爱着 那比方说 比如说做饭 女士不爱做 那要你做饭呢 哎呦被说了 我这说了你可爱做饭 包括做菜 完了 这拿不倒了 拿不住啊你呢 跟那都不爱着 做饭我可喜欢了 还做还不错呢 四号女嘉宾一直在问 男嘉宾脾气怎么样 是因为你脾气大 所以需要对方脾气要小一些吗 因为我没有脾气 我不会吵架 所以我还怕 找另外跟我去收 不可能 男嘉宾 都多多事还打仗 现在都啥社会了 还打仗啊 四号女嘉宾啊 是一位温柔的女士 哎呀我特别羡慕 有温柔性格的女士 谁要跟她在一块算是捡着了 不会吵架不会生气 居然世界上好这样的女士 我就是那个女人 哎呀你看呗 人家是修生养性 修炼好了呗 我要向你提问的第一个问题 你有房吗 没有 住公主房 公主房在什么位置 在马背 就铁铁区呗 那个一个月交房费多钱 我咱们就是属于单价220 200多块钱 50平啊 哪50平 公主房单价是最大的40多平 38平 38平 38啊 那你吸烟吗 烟我已经多少年不抽了 不抽烟好 打麻将吗 不打 那也好 你身体健康怎么情况 没有啥情况正常 没有糖尿病啊 啥病也没有 那好 没有病那是最大的 高血压啥那都没有 要求女方有什么条件呢 我没啥条件 我觉得她只要能跟 一起人家过认识去 你现在已经退休了 你把你的所有的精力 用在哪些方面 一月出外头走一走 第二个家 断了断了压铃 再有一次看看电视 放个手机呗 到做饭时候 该做饭做饭 该洗衣服去准备 那还可以 好的 谢谢我们的五号嘉宾 咱们密室里的姐姐们 对你啊 虽然说刚才谈话的过程当中 似乎是有一点点小火星味 但是呢 谈起来还是比较顺畅 他太胖了 你开一胖啊 也好行呗 咱们男嘉宾感觉印象很深的 一定是三号姐姐 因为呢 刚才谈到的这种业余爱好 虽然你们两个人的项目 不是特别统一 但是呢 愿意运动 两个人互相切磋 这一定是能够感觉到 生活有很多的乐趣 是不是啊 因为好运动 那一定是有毅力 另外一个 我觉得生活的习惯方面 干净与否也特别重要 所以你想想 一号姐姐一问你 是不是干净 你把自己的这个厨房 做饭啊 整个这一切 你都和大家一闹 那么干净个人 一定是愿意有一个干净的人 在你身边的 对 所以生活的习惯 业余的爱好比较大 感觉叔叔挺闷的 在现场 可能是您是慢热型的人吧 慢热型的人 肯定是我也同意 日来姐的推荐 要在兴趣爱好上 可能跟你会匹配 或者是说带动您 您刚才说的 那个三号女嘉宾 不仅爱运动 而且还爱好文艺呢 文体不分家 是一个多才多艺 挺有内疚的一个女嘉宾 性格开朗 而且是前半生是一直在 充满爱的环境当中 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认为一个 有爱的女人可以带动你 也是非常有善意的 一号爱她是比较怕寂寞 如果你要想找一个感同身受 能在一起 想形影不离的 这样的爱人的话 一号没错 那选性格开朗的 那就是我们刚才的三号 来 那么男嘉宾到底会选择 谁像广告过后 精彩继续 她去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养生女嘉宾生活啥样 让主持人如此感慨 就是你全部的日常是吗 自己过多好 男嘉宾婚姻生活不如意 密室超多从自己找原因 这卡是收记本了 你要不要 都有一点钱 那时候年轻 我84年纪婚 后来我也不知道 她打别人这样的 男人没有担当 没有包容 她就跟我 也不知道什么毛衣 问题摆着前面 说呗 那肯定才一句吧 我走人了 爱着选择 精彩稍后继续 以前我近视还有散光 后来眼睛花了 看谱子还得戴老花镜 看远处还得换近视镜 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 几十次 太麻烦了 而且这老花镜 戴时间长了 眼睛酸胀 头也晕 有了这副超市的 看书 写字 教学 开车 看远 看近 只要一副就够了 眼睛舒服 头也不用了 高音 低音 要转得自然 看远 看近 也要收放自如 人老了 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 但你可以换一副 好眼镜 超市力 看远 看近 只需一副 超市力 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好伴侣 我是一分钟也离不开它了 戴上它再微小的细节 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一切心中有树 下宇如有神助 我身边的朋友 也都像我一样 换上了超市力 超市力 看远 看近 都清晰 屋里 屋外 都能带 遇上大太阳 还能变色调光 保护市力 连摸镜都省了 开车为了保证安全 就得眼观六路 带上超市力 抬头看路 视野开阔 导航看图 清清楚楚 路在脚下 这才叫安全 太监近慌 精致典雅 彰显您的非凡气度 超市力我已经带了很多年了 今后我还会一直把它带下去 如果您和我一样 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 赶紧换户超市力 看远 看近 只需一付 地址 和平区南无马路 与中兴节交叉口 西行20米路北 超市力市光中心 配景专线024-8168-1988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男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 三号 三号 三号女嘉宾接下来咱先看看三号女嘉宾的照片 这真是老照片了 这个我感觉特别 年代感 那个年代的时候 一般女演员都会这样照一下 是吧 我感觉长得也很漂亮 另外这个角度 你看这个发型的这种感觉 当年是特别流行 这种稍稍有点弯曲的这样的 也不知道是自来卷 还是自己卷的 好烫 我年纪大便到这 但是一看最起码就是很时髦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女嘉宾上场 我的生活因你而不同 我是来自沈阳的孙方霞 欢迎您 你好 漂亮 您是属于一个特别喜欢打扮的女士吗 不喜欢 你拿整个折折 明目的眼神 啥意思 你看 不是她那个呢 从来没这么闯 所以今天为了上台 就调剂一下颜色 所以拿它搭配了一下对吧 而且你看她头上还有红发饰 然后身前还有红挂坠 还有金项链 对 对 还有玉手镯 好像场下还有一件吊 好啊 你们都是放大镜 你是把你们家裙折都穿身上了吗 全穿身上了 先买东西了 今天来到舞台上的这位女士真的很靓丽 那她生活中的样子到底是啥样的呢 再看看 20390号孙女士 59岁 沈阳人 李毅 有住房 企业退休 子女女独立 你的爱好就是你的方向 你的兴趣就是你的资本 个人有个人的理想乐园 大家好 我是孙凤霞 我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 我喜欢唱歌 唱歌能让人心情愉悦 心情不好时 听一些欢快的歌曲 跟着唱几句 不知不觉中 你的心情也像欢快的音乐好了起来 同时我还喜欢打太极 打羽毛球 跳广场舞 玩累了就跟朋友一起做做礼聊 聊一聊天 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享受生活 我这个人性格好 爱做家务 家里边也收拾着干干净净 非常温馨 但是总觉得身边少了一个人 白天我们一起运动 晚上彼此相伴聊天 你会是那个人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爱的选择 其实真的 听到你描述自己平时生活的时候 特别羡慕你 生活简直太惬意了 锻炼身体 理疗 享受生活 就是你全部的日常是吗 是吗 是吗 几个多好 没人说话 没人说话 有时候不去做礼聊了 一个人搁家的时候 就觉得没意思 你会有那种 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很焦虑吗 感觉到 总不能一个人 是吗 还得跟孩子一起 然后你自己的时候 他还担心 如果你要有个伴 是不是孩子也不担心了 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要是难过的时候 我们把这件事情分享出去 你的难过就减掉一半 但是如果你要是开心的时候 你把这个欢乐 告诉给对方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幸福会增长一倍 所以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是欢乐也好 还是悲伤也好 你都会觉得索然无味 这就是很多人寂寞的原因 那叔叔要给你了 他爸爸的焦虑要给你了 你收着不 您能接住吗 能 现在我也不好说 不知道当中啥情况 你没一定焦虑就是没有伴 这你能接住吧 身边有个人扶持啊 那肯定是感觉 心里有靠头了 对不对 来吧 见面了 听说女嘉宾啥都会啊 嗨你 这个打拳 打电 你教男嘉宾两下边行不行啊 你憋老光走道 你也学着这个 行吗 高档次的 这样 走慢点 练的男嘉宾这多慢了 一个打习惯 对 这马步呗就是 对 我是一步全蹲不了 你往下蹲一点 对 来 男嘉宾站直了 还这么点 对 没学过不行啊 这是真有点线啊 对 北戴熊的那个熊黑虾这样是 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大汗 对 没有地儿 黑虾那种是 对对对 冲一冲 太极必须的冲宝是这样的 像你这个握着大球是这样的 腿 小时候的球 然后倒山上了 大腿晃呗 对 好 换面 不许 不许 一个打习惯 这个慢慢学 这打习惯还是不许一个 对 男嘉宾你打麻将吧 您说我平时爱打麻将 有点的意思 好 男嘉宾胡说得特别像打麻将 你看 你看 你没有劲 你这个男的汉子 你得打出一个气派来 对 这假的就像穿鸟伙似的 嗯 看没 男嘉宾你感觉动的这两下咋样 挺累啊 嗯 非常的累 因为太极动作非常的慢 对 所以要求你身体的把控 以及平衡能力一定要强 嗯 还得有气力 有韧度要好一些啊 嗯 你嘉宾练多久了 六七年了 六七年了 你需要对方陪着你一块去练习吗 是啊 当然想了 那如果他不愿意去怎么办 不愿意去 他个人有个人 你爱好吧 你不会硬好地去吗 那不能 我从来不强着别人做事 男嘉宾你会陪着他吗 会 啊 那行好了 那我就不用说了啊 来吧 见面了 拳也打过了 师傅也败过了 接下来 彼此打个分数嘛 太爬了一点啊 不行 男嘉宾首先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95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80分 咋的呢 学恋就不合适扣分了给啊 她的心态也不对 60分 什么说话 我姐的吧 作为男人吧 就是 哎呀 我总喜欢那个 个高一点的 得多高啊 啥的一米七才以上呢 你肉眼判断一下她的身高是 小八个 没有 一米六八 男嘉宾您身高多少建议报一下吗 一米六五 女的一米五吧 她来的个人手下的 她一米六五 这可大型的 在这场扣的分是吧 嗯 能不能通过聊天之后 然后她的一些内心 让她变得能够高大一些 你也在哪里才一米六啊 一米六五 她刚说的 没有 那五是水分 有一个没有 坐下聊聊呗 有很多人内心非常的高大 好不好 来 坐下聊聊 有请二位再坐下来慢慢聊 你这个几个孩子 我也是一个姑娘 结婚了 结婚了 孩子也四岁 小孩也四岁 我外孙女十五了 她结婚小婚 是 她结婚早 我那孩子三十二才结婚 我女儿二十岁就结婚了 差十三年 所以说她孩子 现在也不用我管了 我一天也没事了 就出去唱唱歌 是不是 开个歌 这个多恋多恋身体 是 像我那个姑娘孩子也不用管 一定都是婆婆 老公不准 和混乱住 离我这也远 接下来咱看看男嘉宾的 感情生活时间了 我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当时是经您介绍一次 就这么凑合过日子 但是时间长了 缺点就显现出来了 她这个人比较闷 不喜欢沟通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就生气了 跟她说话也不理 为什么也不回 动不动就对我冷暴力 两个人在一起 连最基本的沟通都不能保证 那还有什么意思 到后期更过分了 动不动一两个月都不打理我 两个人在一起不沟通 我们就没有感情了 所以就分手了 虽然我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 随着幸福的脚步 女嘉宾你能带给我幸福吗 男嘉宾前一道婚姻 感觉理得莫名其妙吧 对 他踩着手机板吗 要不想做人都有一点 那时候年轻 我84年结婚 毕竟你们过了那么多年 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 后来我也不知道他咋变成这样的 你没有发现他有出轨现象 没有 男人没有担当 没有包容 他可家里是这样 他个外面丑可活泼 他肯定还一句把那个走人来 气死了 男孩子他不敢 男孩子还没啥吃 他就跟我也不知道什么毛病 问题摆着前面说呗 他对我父母那时候有点意见 我还劝劳他 你被妈咪要是爸爸吗 有爱心 两句话明明 我两句话明明 个外面不得劲的 回来他就完了 他个外面得劲的 你不说有话上个跟你说话 他就属于那种生闷气的人是吧 对对对 闷 就是闷 就是你一句话就闷 怎么开刀也不好使的那种 他都不打理你 你开刀啥 你说啥你都不挺的 你这意思多了 男人就是没有大度 不爱 当他不理你的时候 你一般都咋办 我就不是事了呗 你也不理他 那我还能老实 那我上岗也都不累我 怎么说也不累我 还费得年年了 他肯定是有 对没问题的 无恙无恙就会生气了 他要真正你俩两口的好意 对呀 怎么还跟你说什么 好可难 比如说他生闷气呢 就比如说你俩很长时间没说话了 你会保持正常的状态 哎 媳妇回来了啊 哎 媳妇吃点啥呀 那倒没事 那倒是 那你倒可以坚持 我还做饭做菜 他做的保持都我做了 那也不行 没有 不是一两个星期 就一个月不说话 跟你不说话的时候 你也一个月不跟他说话 你采取的解决方式 是不是 那我得做饭呢 不做饭 该干啥干啥就不知事 对 你跟他知道他不知事 那我得做饭呢 李嘉宾您性格是这样的吗 他就把我气死了 我从来我生气 他不生气 我一生气吵了他就走了 那你不会觉得这气没撒出去 没撒出去我就害吵了 他就害走 然后你也不能走生气 那一天晚上回来你害吵了 那你不要一个家 你三年上哪去 他会跟你道歉吗 不道歉 我吵了多久啊老了 完我就完事就过去了 他一生点心 他就马上就说话了 对对对 你这怎么啦 你这太多啊 怎么啦 对 从来不吵 你适应这种方式吗 也不适应 觉得你看你都跟我吵着我 你跟我打一架 你不要一骂你 你就不知事就走了 一骂你不知事就走了 你得要跟我干一干 这样的 女人是有点那种 就是总也不满足的心态 女人一找一个 你一骂那就动手了 你就开心吗 他不一定能打过我 哎呀我也不爱吵 我这生年还大 我吵啥 我这气力还足 我这一下给吓得好点 啥子 对媳妇好 也不能那样 咱看密室女嘉宾 就一般对待两个人吵架 就是希望对方如何做 就是我希望吧 两个人之间 就是有什么话 一定要说出来 冷暴力是最不好的 你走了也是对 对我的不尊敬啊 过个一两天就 但是你也得 男人也得说话呀 男同志得 大度一点和女人先说话 就说说原因就行 就可以 就不需要他一味地道歉 是不是啊 对对 你得跟我沟通聊是早事儿 对对对 说明白就行 生活当中如果真的两人 出现任何矛盾的话 真的找一找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两个人能够坐下来 能够很好的沟通与交流 这是最好解决的方式 但是如果一旦 遇到冷暴力的时候 一定要打破这个冷暴力 除非像男嘉宾 之前所说的 他那个前妻 你说什么都不理 你根本都不理 挨大莫过于心思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因为婚姻解体了 所以如果让我遇到 那种类似人的话 我真的一天都不能跟他 那我纯得自个儿憋死了 如果真如你所说 你一点错都没有 我给你媳妇就去上那儿 一句话也不说 我觉得他太宁了 来吧 接下来呢 咱也通过短天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女嘉宾回忆曾经婚姻 不系绝来另有原因 心里没有 没有这个女性 她不回来 我曾经就带个孩子 所以说总是和谐 是不是跟外边 怎么怎么地了 怎么怎么地了 像你回家 她就一回来 我就跟她吵 不管男的女的 她要是那种人 你哥相似我 她也是 那时候不像现在能想开 那时候想不开 你太善良嘛 你说你傻 双郎女嘉宾开朗变寡言 男嘉宾易改严肃笑开言 她现在里面有笑容 她都没有笑容 她能喜欢你 你也是很喜欢人 我不是 我是龙虫人 爱的选择 精彩收后继续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 著名影视明星 方金卓 亲情推荐的酒债藏密 为走出大山 原价99元一大瓶 现在打击电话 99元五大瓶 请50名拨打电话 买五瓶 再送给您五大瓶 99元整整十大瓶 足足吃一年 每瓶只需九块九 不好吃 退 买贵了 退 买到了市价蜂蜜 退 假一赔时 机会只有一次 赶紧拨打电话 抢购吧 说到吃蜂蜜 我是有发言权的 这酒债藏密 都是采自酒债沟 悬崖峭壁 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圆 口味纯正 味道鲜美 老少结疑 即风花粉 风王浆 风胶 等营养物 营养丰富 入口流香 连老伴都夸我这次买的值 让我在多定底下 身体健健康康康 比啥都强 年龄大了 牙口不好 不敢吃甜的 甜的呀 牙齿都发麻 老话说啊 我这是虫牙 但是喝这酒塞 藏密泡的蜂蜜水 那都不一样了 淡淡的甜 轻轻的香 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每天两杯蜂蜜水 这小日子过得呀 是问极了 酒债高位于四川省阿爸藏族羌族自治州 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精华蜜园之地 造就了天然野生酒债藏蜜 营养价值极高 让你吃过一次就梦不了 我们家实实呆呆都住在大山上 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 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 卫生的 依然才采集一侧蜜 自然成熟 弄度高 采用是波及过滤 不及任何加工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保留风望浆 风花粉 风胶 风辣 等一样物质 一样价值高 越吃越想吃啊 我的爷爷都超过一百多岁了 还天天吃 这天然野生 就在涨蜜 著名映视明星方金卓 亲情推荐的酒债藏密 为走出大山 原价99元一大瓶 现在打击电话 买5瓶 再送给您55大瓶 99元整整10大瓶 每瓶只需9块9 机会只有一次 赶紧拨打电话 抢购吧 喝点酒 喝点蜂蜜水 解酒快 舒服 喝粥的时候啊 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 那是营养更足 吸收更好 不喝蜂蜜水 通常运电 气色好 精神也好啊 著名映视明星方金卓 亲情推荐的酒债藏密 原价99元一大瓶 现在打击电话 买5瓶 再送给您55大瓶 99元整整10大瓶 每瓶只需9块9 机会只有一次 赶紧拨打电话 抢购吧 买蜂蜜 我推荐酒债藏密 买5瓶送5瓶 10瓶只要99元 实惠到家 健康到家 机会只有一次 赶紧拨打电话 抢购吧 来吧 接下来呢 赶紧从我短片了解 向你嘉宾的感情经理 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他非常宠我 我喜欢吃的东西 他都不舍得吃 有时还会帮我做做饭 而我也非常心疼他 我们两个都是抢着干活 可是在我生完小孩以后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活也不干了 对我也越来越不关心 慢慢的隔三差五就不回家了 我当时也跟他沟通过 他就拿工作忙来躺设 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后来他就更变本加厉了 在外面住的多 回家住的少 最后竟常年不回家 有一次我带着孩子碰到他 他竟然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还跟我说是同志关系 我让他回家他也不回 我就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跟他离婚 我离婚二十年了 我也一直没找 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朋友的劝说 我也从上一次的婚姻 阴影中走了出来 所以我来到爱的选择 一定要我不幸福 你家宾所经历的感情生活 也是从甜蜜 一直坠落到深渊 好像这个过程中间 有一个临界点 就是你的孩子 收完孩子之后 他就变心了 他这人抱 就是大大咧咧的 我还喜欢接触异性 我这人还小心眼 那时候小时候不像现在 你看还敢上这来说话来了 小时候反正还小 然后也不接触人 然后我的生活圈还小 那你说他不回来 我成年就带个孩子 所以说总是和谐 是不是跟外边 怎么怎么地了 怎么怎么地了 向你回家 他就一回来我就跟他吵 心里没有 没有这个女士 就是说他的世界 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 对呀 你的世界只有他跟孩子 对 不管男的女的 他要是那种人 你各相似的话 他也是 但是男人好像很 很害怕这种状态吧 抓得太紧了 那时候不像现在能想孩子 那时候想不孩子 那你说我除了一天就看他 看孩子 我也看不着别人 你太善良吗 你说你傻 当时就想 你跟外边乐呵 回来我还要你乐呵 我就不能让你乐呵 我就折磨你 但是姐姐 你发现没有 你这样做是不是适得其反 因为人都是找幸福 找快乐的 他在家里面 他就特别别扭 而且你心里又想了 你在外面快乐 我不能让你回家 还高兴 你会制造一些他不开心的事情 你会发现没有 他越来越不愿意回家 因为他不喜欢这种压抑了 所以阿姨啊 人家对你不好 后来冷漠你 是您有责任的 他不冷漠我 他从来回来就像没那回事儿的 从来我跟他怎么吵 我怎么啥 他回来 该干啥干啥说啥的 从来不说的像那个记恨你啊什么的 没有 回来还像平常似的 他样子越泄气越好 气责他真的吗 他怎么这么能装的 那时候好像有点神经质似的 有可能是生完孩子之后 你的注意力 就是更加专注了 导致撞住脚尖是吧 那时候感觉 你看这我成天带个孩子在家的 买菜的时候 孩子一去要 我马流跑市场 买点菜回来了 你看完底还这个不爱回家 那他也嫌孩子吵 因为他的性格就有点外向 孩子一哭 他还嫌吵 所以说他不爱回家 你的注意力 完全在一个身上投射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一举一动 都会让你神经过敏 他这样做之后 你觉得在别人看来 可能都很正常 但是在你呢 你会发现蛛丝马迹 好像是怎么样 你越关注他越抓他 结果他越跑 对 叔叔你经历过没 我对我还是相当好 严都是这样的事 都放自己点天机 没想到买点 从小儿基本都是我的 你的孩子那发烧感冒 都是我带上一个 他现在我抱着 人性格不一样 是吗 你是好难言的 我们小孩扎预防针的时候 都我自己抱着 然后他呢 那孩子不让扎呀 结果这个 别的家长都帮我摁着他呀 扎预防针啥的 然后我就掉耳垃 我喝一只男人太不过心了 所以说我就一点一点 就对他私心了 有很多时候就是发生 在生完孩子之后 感情出现问题 因为你投射点在孩子身上 完全忽略对方的时候 地方会感觉落差特别大 他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怎么样 去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了 女嘉宾你为什么觉得 男人一定要一米七以上 因为有安全感受的 一方面是 另一方面没告诉你 我就觉得个矮的就心眼多 我觉得一米七以下的 都是有心眼 你会感觉他会变心吗 那没有 那不可能 也就是在闲上 会给你藏心眼 是这意思吗 或者是 你就这样都藏心眼 那你别的不跟着藏心眼的 那你找个高的 也有藏心眼的跟你 藏心眼呢 首先他最起码的 他得有这个优点 是这个 这什么呢 头上一头了是不 主话不有说吗 傻大个傻大个的吗 傻的 一般大个的都挺傻的 我觉得 但是说有时候 你也这是有缘的 一瞅有缘就在一起 就是什么没 你又一瞅又没有缘 那指定是 在一起也不开心 那也没意思 你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咋得解释不了的 他这属于接触人的影响 是啊 接触人 他就接触这样的人 说一些这些话 他就是 是有心的 现在我因为就是啥的 到后半生 就是俩人都肯定是 围棋好好过 没有说长啥心眼 你说要房没房 这啥没啥 长什么心眼 今天可以抱着 我可以 而且有的时候 两人做事啥的 你看 就像他们说的 你就是不往一处想 你这么想 他那么想 总是没有这什么 想一起的时候 那你过得更别扭 你这个年龄 你还挑个儿 你还能说出来 个儿 什么矮有心眼 有科学一句吗 一样 我跟你讲 你讲这些条条框框吧 其实都没啥用 我感觉 聊天能聊到一块去 这个男嘉宾呢 是不是有担当 有责任感 能否跟你 在你最难的时候 能陪在你身边 才最关键的 咱这个年龄 你绝对不能再有 别的多余的想法 干扰你 往前卖幸福了 你知道吗 来 接着想要来到我身边 仇人了 来 过来 女嘉宾非常的可爱 仇死了 有的时候 也很深刻 你会当于矮 可以丑 但我最起码 能涂着你钱 然后呢 女嘉宾是 你可以帅 可以高 我最起码 你要骗我 我最起码涂你帽 我对我还涂 来吧 当然了 女嘉宾的拙偶 是心里 是有一定定数的 对 我们不能说去干扰 但是呢 有的时候 久得不太靠谱 好不好 接着聊请女嘉宾 稍等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 好不好 好嘞 好嘞 来 我看你跟的挺好 差不多 我看你跟的老子 我个矮 他也就不要求个矮 啥样的都行 至起码咱说来 一个优点的 说你有心眼 也算是夸张 我是因为找个矮 我找个老子 是不是 对呀 我个矮 我就不像我个矮 三号的有点别太堵了 当然刚才女嘉宾 说完之后 真的对我们惊掉下巴 怎么会有人这么想 对 对 人不论高 不论高矮 自上 对 来吧 接下来 男嘉宾 你还要选择一位女嘉宾 您会选择几号 一号 一号 一号女嘉宾 接下来再看看 一号女嘉宾的照片 这也是一位爱美的女士 艺术罩 其实如果现在让我领钉 拿出我年轻手的艺术罩 我还真拿不出几张来呢 就一般爱美的人 好像你说拿这一张来 打扮得非常漂亮 有这种照片是吧 漂亮不漂亮 漂亮 来吧 想不想看本人什么样 康克梅 康克梅 来接掌声 你需要安静 我可以倾听 你需要快乐 我可以给你 我是来自沈阳的礼节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谢谢 李嘉宾一上台 刚才夸您来着 那张照片是您多大年龄的时候招的 38% 就头一次照这个样 也是唯一一次吗 对 那当时是什么原因照的 就别人走去照那个 艺术罩 那叫艺术罩 是叫明星罩 明星罩 我不会化妆 到那眼睛给化妆 第一次照的这个相片 也是再为了照一回 非常漂亮 为啥后来不继续 再照也没有用了 还那样 你就属于不爱美的一位女士吗 对 就平时生活当中 就不喜欢说穿着漂亮的衣服 带着华丽的首饰之类的 喜欢穿漂亮的衣服 但是不喜欢戴那些 不会化妆 不会化妆 至今都不会化妆 不会 但是你这个霹雳小红唇 是怎么化上的 小的才现学的 现学的是不是 这个化上口红精深点 是吧 对 接下来咱们通话短片 了解一下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20304号李女士 58岁 沈阳人 李毅 无住房 农合医疗 而自己独立 寂寞是一座迷宫 凭我使出浑身解数 却怎么也走不出来 大家好 我是李洁 虽然感到寂寞 但我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我是一个爱干净的女人 没事在家的时候就收拾收拾屋 可是屋子收拾得再干净 也没有人能看到我的劳动成果 我也很喜欢旅游 但是自己去太孤单了 去了又怕有危险 想想就算了 我多想能有个人 带着我四处游玩 没人带着我 只能在公园闪闪步 消磨时间 男嘉宾 你能带我走出寂寞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我来了 你家也倒出了一个人的寂寞 就是屋里再立着 自己化的妆再美 也没有人去欣赏 夸赞是不是 所以说你又没有这种 反正也是自己在家了 说完那立正干啥呀 拉马七糟就得了呗 那不行 那得收拾 自己带也干净了 自己带也吃惊 最难的把头子顶正的生活 自己本分的感觉 本分的感觉 实在 好 接下来从我短片看一看 她的感情生活 女嘉宾现场发脾气 男士为啥如此高兴 她说哪去了 8月12点再回来 回来干啥呀 拿好跟哪待的 还回来干啥呀 乐点乐点 我这不事办完了吗 就回来了 啥事呢 你要我上哪去 是吧 这玩意吧 言骂洞心了 他丑了 他丑了 对 对打圣眼 对 嘉宾激动上台表白 男嘉宾直言另有所爱 我想 我想见见你 可以吗 欢迎我上台过 看个行 我这也是 你做鱼 你谁了 等一个见一个 不是呢 你对谁 不是 不是 爱的选择 仅在稍后继续 大好消息 著名影视明星方金卓 亲情推荐的酒债藏蜜 为走出大山 原价99元一大瓶 现在打击电话 99元五大瓶 请50名拨打电话 买五瓶 再送给您五大瓶 99元整整十大瓶 足足吃一年 每瓶只需九块九 不好吃 退 买贵了 退 买到了市价蜂蜜 退 赶紧拨打电话 抢购吧 说到吃蜂蜜 我是有发言权的 这酒债藏蜜 都是彩色酒债沟 悬崖峭壁 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圆 口味纯正 味道鲜美 老少结疑 喝点酒 喝点蜂蜜水 结酒快 舒服 喝粥的时候啊 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 那是营养更足 吸收更好 不喝蜂蜜水 气色好 精神也好啊 现在打击电话 九十九元整整十大坪 赶紧拨打电话 抢购吧 酒债高位于四川省阿爸 藏族 抢族自治州 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精华蜜圆之地 造就了天然野生酒债藏蜜 我们家时时代代 都住在大山上 就是靠采集在 野外悬崖峭壁上 天然改动里面的 野生蜂蜜为生的 依然才采集一次蜜 自然成熟 浓度高 采用的是波及过滤 不及任何加工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保留冯旺江 冯华芬 冯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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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娇的药物质 我的爷爷都超过一百多岁了 还天天吃 这天然野生酒债藏蜜 著名映视明星方金卓 亲情推荐的酒债藏蜜 未走出大山 原价九十九元一大坪 现在打击电话 买五瓶 再送给您五五大坪 九十九元整整十大坪 每瓶只需九块九 赶紧拨打电话 抢购吧 买蜂蜜 我推荐酒债藏蜜 买五瓶送五瓶 十瓶只要九十九元 实惠到家 健康到家 赶紧拨打电话 抢购吧 那次 真的很凶险 他只是转一下头 突然 眼前一黑 整个人就像被电晕了 幸亏及时 要不然 这个家就垮了 我希望 老公的颈椎病快点好起来 颈椎不疼 脖子轻松 还能撑起这个家 快轻松牌 颈康胶囊 专门治疗颈椎病 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用对药 快用快轻松 你的颈椎还好吗 颈椎不好 肩背痛 颈椎不好 手发麻 颈椎不好 头发晕 颈椎病 反反复复 快用快轻松 快轻松牌 颈康胶囊 创新双重疗法 武圣活血 专门治疗颈椎病 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认准快轻松 快轻松 真的 快轻松 接下来通过短片看看 她的感情生活 我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当时就是稀里糊涂的 找个人嫁了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大矛盾 但是也没有太深的感情 后来因为家里生活条件不好 我就到沈阳来打工 这一来就是七年 刚开始的时候 她还来看看我 可是两地生活 终究会影响感情 后来就不怎么来了 我对她也没了感情 就离婚了 虽然上一段感情失败了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 追逐爱情的脚步 所以我来到了爱的选择 我爱感情 会照顾人 男嘉宾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男嘉宾您说了 之前是因为双方没有感情基础 那你们在一块相处了那么久 结婚了那么久 就没培养出感情吗 也算有感情吧 一点感情没有 能过那么多年吗 就是生活的琐事 谁都没低头 如果有一个低头的 有一个认错的 也不就不至于离婚了 咱们也嘛 必须得尊重也 对啊 没有什么大矛盾 就是琐事 你头昏都没明白 还爱混的 爱说更糊润 不管谁对错的有一方 能先低头 都不就完事了吗 人家没法看 没法看啊 这眼神没法看 就是啥事 他也更个 我错我也不承认 对 你有没有问过他 就是当你平静下来的问他 你低头你怕啥呀 你是怕以后 变本加厉的欺负你吗 对对对 他实际上讲 他怕我欺负他 他觉得 我一认错 你仇有更好欺负了 对 以后你就更欺负我了 那你为什么要强行 让他低头呢 一个男人你都不低头 成天你啥都不干 你再说就算 那别人还有活路了吗 在家里活全是我干 外边活呢 外边活我也干 家里活也干 我俩就真算 在一起做买卖 就是做买卖 我俩都去 谁多谁少 看不出来都一样 我走了以后 他跟我最好的朋友说了 是我把他逼走的 我当时就应该认错 他应该认错 但是我因为我没错 太厉害了 那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进下一段生活了 那你再找的那一半 你得要求他 没事就得低头呗 用不着呢 一样一眼看你遇到谁 说话说话都不一样 我的性格已经磨平了 棱角磨平了 没有那么过高的要求了 分开多数年之后 这些事就是以前的事都看大了 所有的事跟他争跟他讲 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现在不管以后找谁 都不跟他争不跟他讲了 至少他现在里面 他得有笑容 他都没有笑容 他能请婚 不说啥事都不生气 还能生气 但是我需要就是 不像以前那样的 就是这个事我非较真 我非得给他整名 我现在稀里糊涂过了 明不明不都行了 就对方不需要给你任何回应 你这事就过去了 对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女嘉宾的这种脾气 能接受得了吗 可以 如果他依然保持自个月来的个性 我熟悉你 你就低头认错就完事了呗 是不是 您会低头认错吗 可以 来吧那咱试一下 你哪去了都半夜三点 再回来 回来干啥呀 拿好跟哪呆的 还回来干啥呀 哎呦你太想了 很乐定很乐定 我这不事办完了吗 我就回来了吗 啥事呢 你要我上哪去事办完了呢 你上啥事呢告诉我 你办啥事办到十二点呢 那是我的错 下回我告诉你 还有下回呀 这玩意吧 言骂动心了 他丑了 对打顺眼 对 您觉得他道歉 低头到这种程度够不够 也就算可以呗 这玩意就是吧 言骂就是啥 你一眼 有眼缘 有眼缘 没有眼缘 我倒是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 你刚才说了 你出去干啥去了 男嘉宾并没有说 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 你就必须得说你干啥去呢 对 你不知道你干啥 你天天十二点回来 你上夜班回来十二点行 这个是你要 这个是你要清楚的 对 因为你容忍他了 那你一定是有原因的 究竟什么原因 可不可以容忍他 触碰没触碰到你的底线 这是需要弄清楚的 必须的 你不是上夜班 你十二点回来 你在哪呢 干啥了 十二点回来 他愿意听这些声音 其实我们总在说 让男人低头 有的男人觉得 为什么我们要低头 我们是男子汉 但是我觉得 一个男人的态度 绝对是决定了 家里的一个氛围 我一个朋友 你看有一段时间 我跟我老公生气 然后我老公就是态度 很强硬那种 有的时候 而他老公呢 经常在外边 因为他老公喜欢喝酒 可能一个星期 好几天都在外边喝酒 然后他倒不生气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老公啊 别管他平时白天怎样 就只要他晚上 喝完酒回来 他先悄悄地把门打开 然后探出个头说 宝贝我回来了 就每次都是态度极好 然后给我朋友 弄得哭笑不得 他也生不起来气 然后百般劝你 百般哄你 这事就算过去了 这玩意就是吧 一物相一物 这个我之前说过这个问题 在节目里面 就是家里面能有一个人 引领这个家庭走向的人 一定是先开口说话的那个人 就是如果你要是真的希望 这家里面两个人 还能够对路子往前走 不希望这个家散了 一定是起主导作用这个人 能够开口 这个不是去认错 不是像怎么说 是下棍呀还是怎么样 不是那样的 就是你先开口说话 然后把这个事情给他化解掉 这是格局大的那个人能够做到的 不分男女 会调解气氛 对 咱们密室里边又有人要说话 哪位 男嘉宾 你如果你要是选择对方的 你是愿意找本地的还是愿意找外地的 我想我想见见你可以吗 你对他印象突然又好了 我是本地的 我是五号女嘉宾 五号女嘉宾 我想见见你 欢迎我上台不 看可行 我这人挺专业的 你谁呢 等一个见一个 不是那你对谁 对不对 不是 这么说在你身上也能看到很多亮点 但是你言无完人对不对 就每个人都是一样 但是我可以 我有这个想法 想上边 上你的台上跟你见见面 行不行 马上回答 你欢迎我去我就去 因为啥 我跟你说 我也是本次人 我的基本情况跟你差不多 我们还有 调店各方面都差不多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还有点道理 我可以 可不可以上台 我就听你最后的一句话了 挺上的 可以是不是 好 来吧 既然这么诚恳 我也不能拒绝你 接下来又是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坐休息好不好 来 一会儿见 其实这男的对这个女的印象还行 爱笑的 对 她的笑的感觉 就是所有的吧 就是眼罢 喜欢一个眼罢 对 还是对这个女的好感 好感 你说不好 男嘉宾有意外收获呀 本来呢 您今天有机会见两位女士 没想到有一位女士 强烈要和你见面 你想没想过 自己如此抢手 你想 您是有点瘦手若惊的感觉吗 有那点意思 还要选吧 大概也就是一号 要我就不能选 为什么刚才你 我号要上台 你却犹豫了一下 啥意思 我怕人家想不容我 那您不想通 你能爆灯上来吗 对自己有点信心好不好 好 来吧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和请 三位女嘉宾同时上场 我号李嘉宾 是您在下边爆灯了 他们到什么爆灯吧 就是男嘉宾很辛苦来了 我也是一样 咱们感觉这个天气也挺凉挺冷 我看这个男嘉宾在你身上也能看出一些亮点 我想见见你 你这样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谁样人 不能选这个 13年了没有家 我自己住房子13年了 我的孩子跟我没有来往 我现在工资是2519 我今年59岁 我选择了对方的基本情况 大小无所谓 人人主要是人好 就是跟我三观相同 我现在来的就算太朴素了 也没好好打扮 不是说我不尊重对方 也会说我现在搬家才结束 我自己搬70平的房子 一个月1000块钱 我为了给他腾房子 又住一个小点的房子 小点房子是39.12 这个房子刚搬完 两头交接 都我一个人搬 我想问一下 男嘉宾身上哪一点心理了 景象各方面比较挺给人一种 憨厚实在感 有一种安全感吧 如果我们能合得来的话 房费是一方面的事 比如说我们的体力 和我们的心情和精神 方面都是一种分担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因为现在您也是连租房 如果对方没有房子 搬到你连租房可以吗 可以 那你说他如果搬到你这儿 比如说二位亲手成功 他搬到你这儿 他是可以把自个儿的房子退租的 是吧 就可以了 你连这个三十多瓶都不用租了 但是呢 我得需要经过相识相处 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是心里热 就做出就是 选择 对对对 我们得经过相处 第一感情认识比较还可以能接受 就是可以接受接受 也就是了点了点 这么情况 互相更深地了解一下 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那屏幕上出现六道题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选择一道问对方 一 婚后生活费谁来承担 二 生活如果出现不同意见 如何解决 三 为暴力解决问题吗 四 再婚之后两个人的收入 会放在一起花吗 五 想带我去哪旅游 六 生病了 能照顾我吗 首先有请我们到五号 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选二 生活如何出现不同意见 如何解决 浅压一些的 三号女嘉宾 生病能照顾我吗 那可必须 这时候找女朋友 不就是为了以后互相照顾 要不然找这个 我问的也是生病能照顾我吗 一样 应该照顾到什么程度 病到什么程度 照顾什么程度 因为不是呗 对 必须的 我父母那时候我也照顾 看头发病咋照顾 中间户那多厉害 来吧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来问对方 我也是最后那道题 第六道题 五号女嘉宾 那必须的 嗯 三号 那既然俩人都走到一块去 就说没有 有前提就是圆 这个圆 如果是在实际行动上 那你说你要有病了 你就跑了 那就杀人了 对不对 我做不出那事儿 嗯 就是相互的 你对我好对你好 研究是这样 我也会的 嗯 一号 其实也后来找这个伴儿 就是平常谁都用不着谁 就是生病的时候 能来照顾对方 嗯 那是哪去了 这半夜十二点再回来 回来干啥呀 拿好跟哪呆 还回来干啥呀 哎呦 还吓了 还乐的 还乐的 我这不是事儿办完了吗 我就回来了吗 啥事呢 你让我上哪去啊 事儿办完了 你上啥事儿得告诉我啊 你办啥事儿办到十二点呢 那是我的错 下回我告诉你 还有下回呀 哈哈哈哈 二 做太极必须的总宝是这样的 像你这个握个大球的是的 腿 腿 小时候这球 要到身上了 大球晃呗 对 好 后面 一个大球 一 一 我想 我想见见你 可以吗 你对他印象突然又好了 他们闹什么暴灯吧 嗯 就是 男嘉宾很辛苦 来了 我也是一样 嗯 咱们感觉这个天气挺凉 挺冷 我看这个男嘉宾在你身上 也能看出一些亮点 我想见见你 嗯 你这样 请选择 面对女嘉宾男士会如何抉择 一见中心这种感觉 我应该放一组 放一组 放一组组织接受你 眼睛含泪了 您是觉得 没有没有 最后选择环节 男嘉宾什么做法 让女嘉宾感动流泪 按着选择精彩 稍后继续 那次 真的很凶险 他只是转一下头 突然 眼前一黑 整个人就像被电晕了 幸亏及时 要不然 这个家就垮了 我希望 老公的颈椎病快点好起来 颈椎不疼 脖子轻松 还能撑起这个家 快轻松排 健康胶囊 专门治疗颈椎病 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用对药 快用快轻松 你的颈椎还好吗 颈椎不好 肩背痛 颈椎不好 手发麻 颈椎不好 头发晕 颈椎病 反反复复 快用快轻松 快轻松排 健康胶囊 创新双重疗法 五肾活血 专门治疗颈椎病 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认准快轻松 快轻松 真的 快轻松 敢于上场 才能收获未来 挑战 你可以更强 双慧王中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 就选双慧 一 请选择 好 两位没有转身的女嘉宾回头看一看身后发生了什么 转过来 来 好 男嘉宾转身了 男嘉宾现在您是为谁而转身的 如果是为我们五号而转身的话 就把花送到你的手手上 如果不是为他们俩转身的话 就得把花还给我 来吧 不是 好 来 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为什么没有转身 魅形 不是 不了解吧 是我的条件不好 好 来三号女嘉宾 三号女嘉宾 没有转身的原因 我还想再选择一下 就还是插着个头上是吧 男嘉宾您为谁而转身 一号还是三号 哎呀 咋说 我主要担心她孩子 不然的话 我还真的可以回到家里 不是 朋友 如果你真正对我有 百分之零点五的这个感觉 我们都是 我跟你说 我孩子完全不影响咱俩的 不要以这为前提 不不不 就是如果你 我会正确地处理好的 如果你要真处理好一点问题 你觉得她现在有哪些地方没处理好 我就怕她和她孩子的事 这个怕不要做自己的感情上的那个挡箭牌 我跟你说 我说话觉得苦点 我跟你说实在 我挺有钢奖的 十三年 我自己一个人都没饶 好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您是怕她儿子跟她有仇是这意思吗 他说没嫌恋是最好的 你不信 没嫌恋 不是 我不信 我担忧 我是不信 担忧 好 那现在问题是 女嘉宾已经向你这么承诺了 你愿意重新献花吗 现在全部都可以 但是也就是说 刚才你并没有选择我们的女嘉宾五号 是不是 你选择的是几号 选择的是 一号 对 选择的是一号 但是您是说 看见一号没有转身 所以决定退而求其次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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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人家主动抱怨 肯定是对我有一些喜欢的 我明白这个 我也老看这个平台 包括连测什么 非常我也我也看 就是啥呢 我现在心里就是 就有个单行 好 那现在女嘉宾给你解释到这样的 她不可能再向你证明什么了 她只能有口头让你这么解释 您愿意重新接受她吗 这下解释好 解释呗 那好 把花放在你的手上 如果你觉得 可以 就献出你的鲜花来 挺 女嘉宾你还愿意接吗 我要选择一个男人 就有主见的 如果针对我有感觉 就是 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下 爱你永远是会爱你 就是我们有 有这个 一见中心这种感觉 我应该放一屋 我放你无主的去接受你 你就是说 我让别人嫌我的 我做别人的下胜 就是你 我让我自尊自雅的 我要我自尊 我要让我的尊严 所以说你认为 男嘉宾是属于一号 不跟他 所以才找到你 对 我就不想这样做 我就不想这样的 把我捡起来的 来 男嘉宾你解释一下 我要心中的第一个由我的 我虽然长力不熟悉 但我心中的 接受不了 男嘉宾 没啥意义了 其实 你觉得他冤枉你没 我因为是冤枉 冤枉了 嗯 我要问你 朋友 如果我冤枉了你 那为什么就是 我现在面向你 我勇敢地来到 因为啥 我考虑啥的 我们都是一个地区的 我们沈阳市 沟通也好 交流也好 都是特别方便的 第二来说 我们俩的情况都是一样 我工作坊 只是时候你在管 将来也会有的 但是我可要可不要的事 我觉得我们之间 我不是高攀 也不是说 我给你对 你给我的 你以为老保有医保 基本上情况 我不是说 把人看的百分之百 人都有缺点 我是这么想法 这主要说啥 那才有个 都一定说 都有个想法 对不对 有个想法是说啥 那子女问题 解决好了 那肯定是没问题 你像我个子女 我可以让你看我的 离婚证和那个协议书 我的协议书 与孩子也没有关系 我 当是我们离婚的 那这样 好 这样我先说一下 如果 男嘉宾我问你一句话 女嘉宾没有解决好 她的子女问题 你是肯定不会 选择她的 对 你到时候 本来 娘俩感情不合 到一起就 就插着火花 来 就肯张 你说我一个外人 是不是有点 感尴 没法解决 好 这是你最大的担心 如果 这个问题 占百分比来讲的话 占多少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剩一百分之五十 是你比较喜欢她 是不是 好 她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的孩子 解决问题 解决得挺好 那剩一的百分之五十 全都是跟你一块 好好过的了 这个百分比了 能接受不 不能接受 气性咋真大呢 我没有气 没有 眼睛含泪了 您是觉得 没有没有 你眼睛在含泪 你这个眼泪 是什么眼泪 我想知道 没有眼泪 是觉得男嘉宾 你傻意思 瞧不起我 是这样吗 还说 我这么爱你 你不爱我 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那意思 我就是 有点多想什么的 这个朋友吧 就是没有主见 如果我们是刚刚街头 有这个 就是我们街头 不一定就成 但是我们可以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这个头你都没开好 对 首先就给我一个精神障碍 就像我的思想 受到一定的压力和阻力 就是我的孩子 就是未来 如果你要能爱我的话 也能爱我的孩子 那就把我的孩子拒绝之外 那你说有我说 没有你 这就是未来的事 就要是一步未必一步又起 好我明白女嘉宾 这眼泪来自于什么了哈 这个儿子不管那关系出到什么程度 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说他可以 但是你作为爱我的一个人 你应该爱无极无 无论我儿子怎样 你都有一颗爱他的心 所以说 他现在对你的失望 是因为 你不能够接受他亲生儿子 无论他是什么样子 你都 他也许感觉跟你在一块 甭说 有一天你劝我 你跟你儿子好好处吧 不行 你俩再和好吧 可能感觉跟你一块待着 天天地说你儿子好话 这么一面啊 五号 五号姐姐 五号姐姐 五号姐姐我跟你说 那你儿子已经均决拐欺 你没这么说 你如果这个和我儿子说很好 我绝对赞成 我以为他 我不是对你儿子不好 因为你儿子好 我就指定这样然就好了 这是正常的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因为男嘉宾不是说不接受你的儿子 他是想问一下你和孩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你俩到一起是不是能干账 我什么都不成 如果要是这情况下 我也是用一种正确的方法去解决 或者我们就是在他们爸的教育之下 就是我亲生的母亲 我是他亲生的母亲 他是我亲生的儿子 那是心灵犀血灵犀的 应该作为你这个角色 应该把我的心里安慰一下 让我的心里把这种娘脸儿 就是这种母亲管理应该慢慢的感觉 越来越融化 越来越好 我这样对你感觉加倍加爽倍 你知道不 爱你更爽倍 那你说我要这一点 就是你那么做 我们真正的感觉已经截止了 没有 我也是把我的事情要弄好 现在我就是找健康 我的身体不好 假如我的还不会管我的 这是肯定的 你知道不 所以我每天都在做治疗健康 好 我拿你办理一下 谁也没用 好了 好了 那在这台上该解释的已经解释了 就是今天扣有点打不开了 那既然是这样 还好 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技术 如果对方觉得都不合适的话 那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感情放一放 因为这个头开的就是一个扣的话 往下走有点费劲的 如果可以的话 二位可以交成一个好朋友 彼此聊一聊 看看以后 有没有可能先从朋友做起 好不好 好了 那么非常遗憾 感谢各位的参与 非常感谢 好 好 也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我想找一个比较温馨的 也是热爱锻炼的 身体好一点的 能理解 就是互相理解吧 我想找一个能爱我的 能陪我一套外上的人 我想找一位有担当 性格开朗 豁达 人品好 有真心的男士为伴 有真心的男士为伴 我想找一个有爱心 善良的人做办理 我找一个善良的有真感的男士 我想找一个与我三观相同的男士为伴 没想到女嘉宾哈 真的是 爱的执着 恨的也迅速 就是说你哪句话 哪种感觉给我不对了 那么不好意思 我觉得咱们俩东方配也不能够开始 当然呢 我们希望感情是冲动的 但是有的时候婚姻一定是理智的 我们也不做抢牛的瓜 只是希望呢 如果他们俩彼此的误会能消除的话 如果有缘的话